!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状元 大阪今天占上一万七千四百点 再度大涨��点 涨了一百一十八点 上周五因为那个什么 去打VNT 感谢郭董的VNT 疫苗 打了两剂了 发现一件事啊 整个打疫苗里面没什么 没有什么人在排队啊 可能大家现在都都已经打了第一剂 第二剂就好像并没有那么迫切 感觉就 我去打的时候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在排 很快就打到了 整个我 其他分析师问我 我是说有了就手酸酸的 麻麻的就这样子而已 也没什么太大 太大那个 太大副作用了 然后大家就问到说 诶呀 强哥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可以跟我探讨一下 怎么知道三角形整理 啊怎么知道这个盘 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二点你认为会涨 因为上个上周五又大涨了嘛 这两天哦 清代会员做的比较不好 抢了两趟短线 也有发给普通会员看了 抢了两趟都没有 没有很漂亮 因为清代会员是 是 第一个原则上行情 大盘的行情趋势既然确定 是看涨的趋势 我操作原则上会比较积极啊 清代会员跟特会都会比较积极啊 啊普会原则上就是 待会会讲 就是一样是那个世界先进 跟创委这两趟股票 不吝啬的公开给大家 教学相掌啊 我说你要 要 打0800370888 你打来就是要我第一手资讯 今天我的那个 研究部主管王大哥讲的很好啊 说强哥你上电视你要去讲 股票 研究交给我 然后 自付获利留给你 我做对做错我都会讲啊 我不会 不会每天只讲对的啊 那也意义不大啊 然后他在跟我探讨啦 探讨就是我 其他分析师问我 第一个问我副作用怎么样 问完之后其实他是要问我那个啦 问我那个我来看一下 跳珠啦给大家看 其实他们是要问我为什么我知道 大盘的转折啊 我发现我们公司现在这个集团 像其他老师我看 解的也都非常好 都有跟着盘面在 在操作啊 像 有有像那个啊 郑老师啊 邓老师他们解的都非常多 都强势股都抓得非常精准 我觉得都都都很优秀 大家在讨论说哎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大盘 你怎么会抓得住啊 我来跳出来 就是我把他拉过来旁边的 这样可能会比较 好看 这样子应该页面跳出来应该看得到啦 啊他们都一直叫我看镜头 这个又不是摄影棚 镜头又不像我以前那个 那个摄影棚在中间 那个镜头在中间 那摄影棚这个镜头在上面 我都不晓得我有沒有看到镜头 这是第一天 我当时讲的 那时候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七点 开高走低 小涨三十九点 我说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叫做 震价差 台股指数一万六千四百零五点 加权指数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七点 正价差 一六四零五大于一六三八七 这叫做正价差 我会有期货分析师 我可以解期货 然后 从这一天开始 很多人还是不信一直放空 再看第二张 再看第二张 有没有 我跟你讲 三角形 有没有 最后会往上 我说你可以跟我赌一百 一万六千一百 这是 九月六号 当时的高点 这是九月六号当时的高点 我说这个地方三角形整理完 大家现在 都在讨论下降趋势线了 我说这个很明确 这是三角形整理啊 你画很多线之后 你最后会发现这叫三角形整 蓝 有没有 越来越逼近 越来越逼近 我说比预期乐观 我说原本是一万六跟一万七整理 再来会再 变成月线跟季线整理 整理完 代表非常强势 结果呢 上个礼拜五大涨 有没有 今天又大涨 你在空 你在空你 你后悔莫及了 做错没 做错真的 做错没什么 做错就停损就好了 我现在是操作 现在代学操作次数比较多了 不然我以前一年就是一次 一次两次就这样子了 就顶多差不多两次了 真的 两次要操作赔钱输钱的机会 很少了 现在操作 动作多 有容易会错 所以要射止损 现在 会员多 他也不可能跟我一样敢爆 我好的股票有时候我震荡我敢爆 可是现在学员多你 你新的会员 你又叫他买旧的股票 你一套胎 又又又有压力 所以 现在 再找一个模式 就是 让 学员 能够 我讲的 持股简单 操作轻松 快乐生活 我尽量朝这个方向去把 我的智慧应该很快就 把这个 现在应该摸索的差不多了 我不敢说我智慧 智慧到 智商到怎样 但我以前 只要我有读书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全校第一名 讲真的 再来 10月15号不要错卖 别再放空 不要错卖当时有讲 你去调当时的直播 你看 今天航运股 反弹到季限了 当时是都破100 很多学员打来 但是航运股 记住 反弹上来筹码还是很乱 该解套该解套该获利的去获利 把它转到我个人看法 航运钢铁 我看法有反弹上来 還是一样 跟上一次一样的龙井 一次这样飙飙飙飙飙飙飙 зак登 一直飙上去 我认为 筹码洗的不够乾净是不可能这样子 既然牠不讓 Christopher 使那麽干净 原则上 上来 都会有卖压 卖压所以你还是 我看我很多 以前市场上的大戶 我看他们也你不要想说他们 航运类股钢铁股都赚钱哦 他们也套的蛮深的哦 张数又多哦 每个张数套的都是 像我们能够在台北 几大券商操作的人你 你操作张数他每个操作张数都是上千张的哦 不是我们像一般我们 投资买一张两张就这样子 我说你打0800370888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把我拜访上市公司的讯息 跟我业内的朋友 跟投信外资的朋友 外资朋友比较少啦 投信的朋友比较多啦 因为外资英文我还在练习中 所以 第一手讯息分享给你 做错止损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 我我的讯息每一次都是精准的 因为我 我可以保 可以确认就是这 我分享的股票一定是我经过我去拜访公司去确认过 跟 投信的朋友或业内的大户 确认过 套牢 套牢他们也套牢啦 我讲实在话 不会说我我你会发现我买的 我分享的股票 很快投信或者是大户就进场 大部分都是我第一手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我灵活嘛 我不用像投信外资写报告 才能下单 我 我市长大户 的朋友 他们 他们也很快啦 他们速度也 也很灵活但是他资金大 那股票操作 布局要 陆续 陆续布局 陆续布局 不然很容易筹码被人家发现 散路融资单又进来 然后就不好拉 像我 我是 现在也不用 也没下单也不能下单啊 只要讯息一进来 我 我判断完没问题 他们打出来但确定是 有打了 我就分享了 你既然有交钱我就会分享给你 但不敢讲百分之百 错要止损 套牢他们也套牢啦 我讲真的我看他们 航英列股跟钢铁股也套的蛮多的 所以这一波 都还正在努力 努力拉台中 但我的看法 这样破梗好像不好意思 把他们的梗破了 拉上来他们还是会 会瘋狂的出了啦 拉到他们城本附近就瘋狂出了 因为他大家都知道嘛 长期在操作的人都知道筹码很重要 量价为主筹码为辅基本面座后盾 选股票一定要有选基本面的 像我 现在的世界先进创委 原则上嘛 事实上创委公布了 10月的营收是创新高嘛 继续创新高嘛 5? 故事我就不讲了啦 反正我 blue 跟你讲的 我事实上有证明 不是 也没有 也没有 钢铁航运或者是很多 很多IC设计股票也都开始反弹上来 今天是杀 杀那个嘛,杀电动车嘛 电动车 讲实在话啦,我上礼拜四的时候跟你们讲 墙帽,你去看直播上个礼拜四只有讲一个重点,墙帽报大量 今天墙帽打大快跌停 他都看得出来了,你看他手把再出单你就知道 大户投信或者是 反正就大户啦,大户投信外资已经 单 在洗盘了,你看就知道了啦 现在讲马后报讲故事没意思啦,掉礼拜四的YouTube自己去看 如果我没有讲你就把我按负评 说吹牛啊 有讲帮我分享按赞,谢谢 再来,有没有 另一个重点 10月27 今天已经11月 8号了 10月27又讲一次 贵买已站上季线 有没有 有没有跟你讲 啊 是不是 大盘涨了 涨到17415 涨了118点 再来 铃电池整流二极体IC设计,后来铃电池整流二极体 涨翻天 有没有 啊 铃电池 跟二极体我讲过 他报那个大量 大单都在砍 一定会回档的嘛 上个礼拜四就讲很清楚了嘛 本来是持续看好了 应该换手 照理讲遇到钱高要换手过去啦 但你看到筹码他在他是在丢单不是在 在作价 你来筋酸啊 原因是这样子啊 奖帽你看跌 这不是这次当时 讲买的时候喷出巨的那张读 大盘K线读讲完了 这是当时讲的嘛 从 增价差 再从 三角形整理 在贵买领先指标出现 然后大盘来到17415 好讲一下股票 直播就结束 不然占 太多时间 6104 我的股票 还好 收平盘 早上一度还在那里洗盘 这种量 8000多张这种洗盘 根本不用怕 又破梗了 来 世界先进 今天比较好 上个礼拜 分享一下 还有 诶 震荡了一下 今天就突破了 突破了150了 站上150.5 基本面 营收 我确认过 原则上都还不错 创委已经公布了 公布了你自己去查自己去看 原则上 原则上 站上17000 400点 站上17000 操作会比较积极 原则上学员就是 会员维持三档 出一档进一档 错 止损要设 以前没止损的没事的也没关系 转二分之一转三分之一转到我分享的股票 不管你是不是会员或者是会员最好了因为会员你转过来我 我有进有出你比较清楚 不是会员你自己 相信我你就转一些过来 股票啦 我就是以前套牢的 基本面也不敢确认了 那我的股票是有确认过的吗 原则上我的股票都是 基本面我有确认过都是不错的公司吗 你就比较能够睡得安心了吗 所以你就可以 把部分股票转到我分享的持股 然后等到这些持股创新高了之后 价差就拉上来了 你出掉之后你就 把之前的亏损弥补 操作个几次 原则上 就就会慢慢回来了 直播就到这边 如果 喜欢我的直播有讲未来讲肯定答案 然后 赢家的分享技巧操作技巧都有跟你分享对你有帮助 你帮我分享按赞YouTube 觉得 可以信任你就打0800370888 讲的不好你就把我按负评就这样子 感谢谢谢 谢谢 有点儿 我们下钢 谢谢 我觉得